欢迎来到我们的华尔街电视简报节目 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孟宇飞 首先我们来看看蒙古的动态 蒙古正在大力推进内、里和稀土等关键矿物的探勘 并与美国和韩国等国家建立合作伙伴关系 吸引战略投资者参与大规模的矿业项目 如奥犹陶勒盖铜金矿项目 这些矿业活动对蒙古的经济发展至关重要 特别是考虑到该国88%的出口来自矿业 接下来我们将目光转向月球 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公司投入月球探测 月球归属权的问题变得越发复杂 1967年签署的外太空条约规定 任何国家都不能拥有月球 但随着私营公司的参与和太空探索的快速发展 这一条约面临挑战 美国试图通过阿尔图密斯协议制定月球探测和开发的指导原则 但一些人认为应该通过联合国制定新规则 以确保所有国家的参与 最后我们来看看澳洲的婚姻现状 自1970年代以来 澳洲的结婚率一直在下降 最近几年疫情更是加速了这一趋势 许多人如Jessica Dee和Paul Weiborn 选择不结婚 认为婚姻并不是必须的 这一现象在中国也有类似的情况 结婚率下降与就业前景 生活成本和企业文化不兼容等因素有关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南华早报 棍棒和石头可能会打断我的骨头 但名字永远不会伤害我 这句陈词烂调 曾被用来教导被欺负的孩子 以错误的方式试图减轻 因不受欢迎的个人标签而产生的深深痛苦 然而 被习惯性地称呼为自己不选择的名字 确实会伤害人 一些曾经普遍存在的 针对特定族群的种族术语 如Chink 对中国人的灭称 现在已经变得不可提及 甚至在某些情况下不可印刷 对于许多从政治正确的理论意识形态 构建世界观的人来说 种族主义术语通常被认为是 白人对其他族群的专属攻击 然而 事实并非如此 反方向也存在许多不讨人喜欢的灭称 比如Jab Jung 字面意思是 混合物种 曾是香港对欧亚混血社区的常用术语 另一个粗鲁的标签是杂种 这种标签在香港早期的城市生活中 是种族混合和私生子的同一词 而鬼老仍然是香港对欧洲人的常见种族主义称呼 这个词字面意思是 鬼或恶魔 类似的还有 翻鬼 字面意思是 外国恶魔 这些灭称不仅仅是对欧洲人的 还有对其他族群的 如澳门的葡萄牙人 称来自葡萄牙的葡萄牙人为牛臭 而香港的欧亚混血儿则称欧洲人为纯种 日经亚洲 蒙古正在加紧探索利、利和稀图等关键矿物的勘探 蒙古国家大呼拉尔主席 公布扎夫赞丹萨塔尔在接受日经亚洲采访时表示 随着企业为了减少采购风险而多样化其关键矿物供应链 这一趋势鼓励了对新矿床的发现性勘探 蒙古已经与希望利用其资源潜力的国家建立了合作伙伴关系 2023年 蒙古矿业部与美国国务院签署了一份 关于矿业部门发展和治理的谅解备忘录 此外 蒙古还与韩国签署了一份关于稀图合作的谅解备忘录 蒙古政府致力于推动负责任的采矿实践 同时确保公众从国家的资源财富中受益 赞丹萨 塔尔在东京的亚洲未来会议上强调了蒙古消除腐败 加强法治和确保透明度的努力 矿业是蒙古经济的支柱 煤炭、铜、黄金和铁矿石 在2024年前四个月占该国出口的88% 蒙古还在建设铁路 将其连接到主要矿山以减少运输成本 并扩大海外销售 蒙古的矿业部门受益于其靠近中国的位置 尽管美中关系紧张 赞丹萨塔尔表示 蒙古与这两个超级大国的伙伴关系 将为其创造全面的机会 BBC 我们正处于一场月球争夺战的中期 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公司将目光投向月球表面 争夺资源和太空主导地位 这周 中国的国旗在月球上展开 这是中国第四次登月 也是首次从月球背面返回样本 在过去的12个月里 印度和日本也在月球表面降落了航天器 今年2月 美国公司Intuitive Machines成为首个 在月球上放置着陆器的私人公司 未来还有更多公司将跟随其后 与此同时 NASA计划在2026年将人类再次送上月球 而中国计划在2030年前送人类上月球 并打算建立永久基地 然而 在这个新的大国政治时代 这场新的太空竞赛 可能会将地球上的紧张局势带到月球表面 1967年的一项联合国协议规定 没有国家可以拥有月球 而是属于全人类 所有探索必须为全人类的利益进行 然而 现代的登月任务不仅是国家的项目 商业公司也在竞争 美国在2015年通过了一项法律 允许其公民和企业提取 使用和销售任何太空材料 这引起了国际社会的极大关注 随着越来越多国家家 如这场竞赛 月球的资源 如稀土 铁 钛和水 成为了巨大的诱惑 未来的登月者可以利用这些资源进行饮水 生成氧气 甚至制造火箭燃料 使他们能够从月球前往火星及更远的地方 南华早报报导 一位热爱香港渡轮的作者 分享了他在疫情期间 探索香港各个偏远岛屿和海岸的经历 他乘坐了所有官方许可的渡轮和小渡轮 发现了许多不为人知的美丽路线和目的地 从香港岛南部的亚裔州到屯门的马湾 这些渡轮连接着香港的历史和现代 展现了这座城市的多维魅力 他描述了每次旅程的独特风景和经历 如从马辽水到东平州的90分钟航程 沿途的城市景观逐渐被山丘 悬崖和海湾取代 最终到达已曾沉积沿闻名的东平州 每次渡轮之旅都带来了不同的探索机会 有的适合轻松散步 有的则是严肃的徒步旅行 还有些则是探索当地的海鲜餐厅和咖啡馆 南华早报另一篇文章探讨了 中国在中东的外交策略 指出中国在以色列加沙战争中的反应 暴露了其外交政策的局限性 评论家认为 中国更多是出于自身利益 试图与美国竞争影响力 而不是专注于解决冲突 中国的反应被认为是实用主义的 更多是为了在全球领导地位上 与美国抗衡 而非真正关注战争本身 尽管如此 中国的外交官和学者们则辩护称 中国一直保持着一致和原则性的立场 并且在联合国安理会呼吁停火的决议中 投了支持票 观察家们认为 中国在中东的影响力仍然有限 尤其是在面对复杂的地区冲突时 这也提醒了当地国家 在平衡北京和华盛顿之间的关系时 需要更加谨慎 南华早报还报道了 中国在全球南方的影响力 特别是在墨西哥的投资和贸易活动 尽管美国和欧盟对中国电动车实施了关税 但全球南方大多数国家并未跟随 墨西哥已成为中国第二大汽车进口国 并吸引了大量中国投资 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在全球南方超越了西方的基础设施项目 开拓了新的市场 并填补了西方投资者留下的真空 文章指出 历史上西方的政策曾促使中国转向全球南方 而如今中国的产品和投资更适合这些市场 与此同时 西方的贸易和移民政策在墨西哥等国家造成了经济和社会问题 这也促使这些国家重新考虑与中国的合作 文章强调 仅仅通过设置贸易壁垒和关税 并不是长期解决方案推动社会正义才是关键 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报道 墨尔本的41岁单亲妈妈Jesca D 选择独自成为母亲 她从未对婚姻感兴趣 Jesca认为 婚姻是建立在父权制基础上的 而她不需要伴侣来感到充实 尽管单亲育儿有时非常困难 但她觉得这样更容易 因为不需要在育儿决策上与伴侣协商 澳大利亚的婚姻登记数量 自1970年代以来一直在下降 2020年因疫情影响 结婚登记数大幅减美少 而2022年的结婚数量仍低于疫情前 Jesca的观点 得到了52岁的保罗·怀伯恩的认同 她是一名来自墨尔本的同性恋者 选择保持单身 保罗认为即使法律允许同性婚姻 她也不觉得有必要结婚 她支持婚姻平等 但个人并不想结婚 中国的婚姻率下降更为显著 许多年轻人因就业前景黯淡 和生活成本高 而对婚姻望而却步 来自波斯的中国澳大利亚人 穆清理表示 她对婚姻的怀疑源于母亲的两段失败婚姻 她更享受单身生活的自由 彭博社报道 巴西央行行长罗伯托·坎伯斯内托表示 巴西需要降低结构性利率 并指出财政政策是高利率的原因之一 她强调 保持经济政策的可信度至关重要 历史上利率下降的时期 正是经济政策被认为具有可信度的时候 坎伯斯内托捍卫了央行的独立性和通胀目标体系 认为重要的是长期的稳定性 而不是短期的数字 她还提到 尽管在上个月的会议上 央行多数成员决定将基准利率下调至10.5% 但由现任总统卢拉·达西尔瓦任命的思维董事 则主张更大的降伏 坎伯斯内托认为 理解问题的根源并解决它们 比单纯降低利率更为重要 悉尼《乘风报》报道 澳大利亚税务局在2023-24财年 将特别关注加密货币和其他主要资产的资本收益 共享经济中的未申报收益 租赁物业扣除 工作相关的服装费用 以及300澳元免收据的预约和记录保存 今年ATO将重点解决税收差距问题 这主要涉及工作相关的费用申报 去年ATO引入了每小时67澳分的固定工作 从家中扣除率 旨在简化申报 今年如果工作从家中申报金额较大 可能会被要求提供工作时间的记录 ATO还加强了对记录保存的关注 允许提交收据照片代替元件 并鼓励使用ATO应用程序实施上传收据 ATO利用人工智能扫描大数据集 发现申报中的异常和差异 成功收回了数十亿澳元的税款 并发现未支付的养老金 尽管AI的使用可能让人觉得有些不安 但ATO表示有许多检查和制衡机制 以确保公平和准确 悉尼陈峰报报道了一位读者 关于遗产税的问题 他拥有一个逐步积累的股票投资组合 询问在其去世后 资本利得税是基于他购买股票的日期 还是遗产继承日期计算 专家解释 受益人继承股票时 成本基准是股票原始购买价格 如果受益人税负较高 建议通过定期调整投资组合来优化税收 另一位舞比 12岁的读者因疾病无法工作 提到早前从养老金中 全额提取的全残保险赔付款 并用来偿还房贷 专家建议 为减少税负和医保税 可以考虑税前养老金贡献 但需注意15%的税率适用 并建议在6月30日前咨询怀计师 悉尼陈锋报分析了 反对党领袖彼得·达顿提出的 核能计划 对澳大利亚排放目标的影响 达顿表示 将放弃巴黎协定规定的 2030年减排目标 仅承诺到2050年实现净零排放 气候解决方案澳大利亚计算出 在等待核电站建成期间 煤炭和天然气发电 将产生超过20亿吨额外温室气体排放 这将使澳大利亚无法履行巴黎协定的承诺 达顿的计划将导致澳大利亚在2030年前 无法实现现政府承诺的减排43%的目标 并可能破坏投资者信心 政府气候变化部长克里斯·鲍文批评达顿的计划 将使澳大利亚与利比亚 野门和伊朗等国一起退出巴黎协定 《悉尼乘风暴》探讨了联合国 在加沙和乌克兰冲突中的角色和能力 尽管联合国通过了一系列决议和呼吁停火 但冲突依然持续 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 多次呼吁停火和释放人质 但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誓言继续战斗 联合国在1947年建议将巴勒斯坦 划分为阿拉伯和犹太国家 此后多次长 是解决难民问题 但成效有限 联合国没有常备军 依赖成员国提供维和部队 其决议需要成员国的同意和支持 尽管联合国在塞浦路斯等地有成功案例 但在加沙和乌克兰等地的干预 受到安全理事会否决权的限制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 全球专业媒体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学者、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lukeo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 我无论是关系的 在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议